于是,醒来了一个更帅的演员,他就是外国帅哥,萨尔。 那么,当萨尔去靠间,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? 萨尔的第一个目标是这个萌萌哒的草帽姑娘。 萨尔先是假装瞌睡酝酿情绪。 然而,女人的第六感让草帽姑娘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? 既然你已经觉察到了,那萨尔可就不客气了。 草帽姑娘完全是一副幸福来得太突然的表情啊,这么张脸都涨红了,甚至还娇羞地咳嗽了起来。 也许是不想这么快就坠入爱情。 草帽姑娘开始跟对面同伴求助了。 但是,草帽姑娘啊,你要是不愿意直接推开萨尔不就行了? 草帽姑娘啊,为什么一动不动呢? 莫非是你嘴上说的模样? 肩膀就很诚实嘛。 不过,不管怎样,萨尔的第一次靠肩膀也圆满成功了。 难道帅气的脸庞,超高的颜值,真的是靠肩膀的必杀技吗? 先别急,大家还是接着跟我们观察,因为马上萨尔就要遭遇巨大挑战了。 这次,萨尔的诱标是这位含着糖的姑娘。 接着车厢的晃动,萨尔开始酝酿睡意了。 不过,姑娘一直忙着吃糖,并没有注意到萨尔。 终于,在萨尔的头靠肩成功的时候,看到身边这位品种稀有的外国小鲜肉,姑娘脸上明显爱耳爽了一下。 但是,考虑到这是一个公共场所。 不过,想想肩膀上是位外国帅哥,他还是像燕窝一样。 又瞄了一眼。 确认了萨尔颜值不疲之后,姑娘似乎怕打扰了肩膀上帅哥的美梦。 整个人一动不动,连吃糖的动作也变得小心翼翼了。 导演组的好奇心又来了。 难道,萨尔在姑娘的肩膀睡得这么舒服,完全靠了他这张脸吗? 为了验证是不是颜值帮了萨尔,导演主要在姑娘身边,增加一个参照对象。 就在姑娘被萨尔的外国梦画斗得粉面寒春的时候。 这个演员的脑袋,也蠢蠢欲动了。 无时被一个帅丁和一个长相惨淡的家伙靠肩膀。 重要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吗? 还没等演员得手,他就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。 对不住了姑娘,我们还是要靠上去试试。 看到自己的肩头,居然靠了个长相抽象的生物,姑娘完全受不了了。 看到她这个欲哭无泪的表情,连一直演得很好的萨尔,也不幸笑场了。 在萨尔起身的同时,姑娘顺手把演员赶了下去。 看来,对于这位颜值不高的家伙,姑娘相当不能忍啊。 既然如此,还是让我们送上事实的真相吧。 这一次我们的观察对象,是这位眼镜妹子。 或许是女人的直觉太可怕了,眼镜妹子居然也在萨尔靠之前觉察到了。 她转头瞄了一眼萨尔,然后开始跟同伴商量。 同伴往旁边挪了挪,想帮忙拉开距离。 但是,眼镜妹子就完全是一副很期待的表情吧。 既然如此,那我们就让萨尔实现你的期待吧。 她居然跑了。 不过还好,她马上又坐回来了,而且好像笑得更加娇羞了。 这一点,连她的同伴都发现了。 既然这么娇羞,那就再靠一次咯。 这次,眼镜妹子已经害羞得不知所措,只好求助同伴了。 而她严肃的同伴显然有点生气,直接把眼镜妹子拉走了。 天哪,萨尔的靠肩膀难道终于要失败了吗? 难道终于有人能抵挡她颜值的诱惑了吗? 这个略带生气的女孩将会是萨尔靠肩之旅的终结者吗? 但是,就在我们瞎猜的时候,绝对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。 萨尔居然往旁边挪了一点。 她想干什么? 难道,不知天高地厚的萨尔想要…… 考虑到女孩刚才一脸生气的模样。 接下来的画面,我们简直不敢想象。 萨尔,祝你好运了。 我们能做的,只有静静地看着你了。 突然,眼镜妹子的直觉再次发现了萨尔。 她再次用手指贴行铺帽。 然后,女孩快速躲开了。 这结局实在太尴尬了。 看来,人质果然不是万能。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啊。 长得帅,并不等于一切。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开心? 大家不要在意这些季节,我们的观察还在继续呢。 虽然萨尔最后一组靠肩失败, 但是高颜值对靠肩成功还是很有帮助的。 那么,我们就好奇了, 如果没有颜值的加持, 靠肩帽的结果又会如何呢? 协助我们观察的是本节目御用演员白鹿。 接下来,我们将直面最严峻挑战。